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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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各位大德 我们从法剧经 法剧所对应的故事 我们真的体会到佛陀的教导 是非常的真实 我们说老实 这样的一个说法 一种教导 实际上讲的都是我们人自己的问题 所以这个叫做老实 我们说老实 就是说佛法的受幸 其实就是在受我们自己的问题 可以更加清静 更加安禄 所以这就是最大的老实 那要受幸 其实也是要靠我们自己 可以清楚的观察 可以观察的 界定的 也是说我们在这四名里面所遇到的所有的状况 外境 而我们心 起什么欢迎 或者在这个中间来受 来受 所以这样的心 都是老实 都是实 座 所以我们谈到的修行 那佛法所呈现的 都是我们自己的状况 所以在上一个法剧所对应的 要告诉我们的 就是佛法 如果只是靠信仰 还不能够真正达到 佛法的利益 而是要实证 所以在学佛的过程 我们很重视 要能够信 可是呢 如果我们只是盲目的信 或者是把信仰扩大 变成狂日 那个也不是佛法的真正的目的 而是借着信 要将我们所信的这种内容 要实际去实修 而且要把它证悟 就是落实在我们的生活的 言行举止里面 所以我们前面几个故事 都是从欧罗汉的 这些的身口意 行为 还有欧罗汉 他对于佛陀所说的 不只是信仰 而且是要落实来修行 从这样子的一种体会 我们也更能够了解佛法的特质 所以佛陀呢 他并不是只是要所有的学佛的人 就是一直拜他 或者是把他当作一个偶像 不是这样子而已 而是佛陀是怎么修的 然后佛陀所说的这一些的法 他是告诉我们一个修行的方法 让我们借着这样子的一种内容 要去祈修 所以这个呢 就是佛法真实的利益 那这一些的最重要的一个实质的层面 也就是要让我们落实在我们自己的生命的内涵 真的也可以做到 然后呢 也得到佛陀告诉我们的这样的境界 那这个境界不是凭空想象的 也不是说我们另外舍去了我们自己的这种生命 而去追逐另外一个 一种好像我们捉摸不到的对象 而是一切都要从我们自己的生命去观察 我们的心 我们的想 想的念头 我们的情绪 那我们当下就要去反观 这些的状况 能够看到这些的现象 他的来源是什么 就是追根究底 去找到他的原因 所以到最后就是看到我们的心 不能够安定 就是因为我们被外境所影响了 然后去贪生吃 这样的状况 所以找到了这样的根源的时候 我们的心 就能够把这样子的问题解决 所以这样子的一种教法 实际上就是最大的利益 所以我们借着法剧经的开示 还有这个故事里面 我们也可以去观察 一位真正修行的人 他是怎么样子的这种实际的过程 所以接着我们要谈的就是 欧罗汉国的圣者 他所能够利益整个的环境的这样的一种影响 所以这个部分对应前面的 是在赞叹欧罗汉本身的特质 然后这里就等于是 欧罗汉他也能够利益他所住的这个整个的环境 也能够造就环境的安乐 所以这个法剧的开示就提到说 不管是村落或林间 或者是平地或丘陵 欧罗汉居址的地方一切安乐 所以是要强调 不管我们的世间的这种居住的环境 它是在有人聚集的地方 那就是村落 那如果是在我们现代 那恐怕就是指着我们这个城市里面 都市里面 这些比较人多的地方 热闹的地方 那古代就是有村落 就是好像一个市集 已经算是热闹 那另外的相对的就是林间 也就是树林 我们现在讲的可能是山上 那这些呢就是人烟稀少的地方 就是说较老的地方 还是说较亲友 就是我们这个山来 这个穷哪来 这个没人的地方 另外呢或者是平地或者是丘陵 也就是说适合人居住的这些 比较没有这种高低起伏的这些平地 或者是山里的这些丘陵的地方 那不管这些是客观的居住的环境怎么样 只要有欧罗汉居住的地方呢 就一切安乐 就表示呢 无形之中啊 有修正的人呢 他的内心的境界呢 也会造成外在的环境的安乐 没有这些不安的现象 那这个部分呢 也就是好像我们说震报跟一报互相的影响 那震报指的是我们自己 一个人秉持的身体啊 心理啊 那这个是震报 那一报呢就是他所居住的这个环境 也会受到这个震报的影响 那对应这一句法剧的内容呢 他故事的主角是摄利佛尊者最小的弟弟 黎婆达 那这一位黎婆达呢 他在摄利佛的家族里面呢 就是唯一没有出家的人 那就表示说 摄利佛的其他的这一些兄弟呢 也都出家了 然后呢 他的父母亲啊 其实呢 也并不是说 一定要这位黎婆达 要出家 因为他没有出家 就是在家里是在家人嘛 所以他的父母亲呢 也依照当时的这个社会的习俗啊 尤其是在印度呢 人好像受到这种环境气候的影响啊 所以也很早熟 所以一般呢 年轻人就是大概14岁15岁 就是要成家结婚了 所以当时呢 他的父母亲呢 也根据这种世间的习俗啊 那既然他没有出家嘛 就急着就帮他成亲 所以在黎婆达呢 他很年轻的时候呢 就安排跟一位年轻的女子 就是要成亲了 那这位黎婆达 他是没有出家 可是呢 当时他在婚礼的时候呢 因为他看到就是这些宾客里面啊 有一位老太婆 那这位老太婆呢 他是活到120岁啊 那当时呢 黎婆达看到他的时候啊 他就好像领悟到了一个世间的道理啊 他就就是观察这位老太婆 那应该是很老了嘛 120岁啦 一定是这个脸 他的这个皮肤都是起皱纹啊 然后老太隆中啊 走路也会好像老板不移啊 不稳啊 所以这位黎婆达 这位年轻人啊 他当时呢 他就心里就是领悟到说 这个世间啊 这种生老病死的这种过程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观察 其实是蛮跟这个释迦牟尼佛 他当时呢 是一位王子 那么他是受到敬犯王的 他父亲的这样的一个保护啊 那么他一天就是出了城门 然后就是另外一天 就是也出了这个不同的城门啊 然后看到世间的生老病死啊 所以释迦牟尼佛当时呢 他就舍弃的皇宫而去修行 他就觉得说这个世间呢 既然有这一些不圆满的状况 而且是一种人是非常就是无奈的这种结局啊 那么人生有什么好追求这个好像欢喜啊快乐啊享受啊 那这些的意义是在哪里 所以 相同的这个李佛达 他当时只要看到的这个120岁的老太婆啊 他也一样就是深深的体会说 哦这个世间呢 实际上 那人到最后也是这么老啦 那这样子的一种情况呢 应该要能够把握人 还能够这样觉醒的状态的时候呢 应该是要好好的出家去修行 去了解为什么人会有这一些 自己没有办法掌控的状况 而要去探讨生命的一个真正的道理 所以呢 李佛达 他应该呢 也是有他的善根因缘 所以他跟瑟利佛一样出生生长在同样一个家庭 那只是他比瑟利佛晚一点出家 可是他也是有这样的善根因缘 所以他当时呢 本来是在婚礼 然后看到这个120岁的老太婆 他就感受到这个人生的生老病死的变化 所以他决定要跟瑟利佛一样出家 所以呢 他就在婚礼这个上面呢 他就决定了要出家 所以就离开他的家庭 那他就去一个 就是有三十位的比丘的这个金色里面 要去那边修行 那当时呢 瑟利佛 他已经就是观察 他的弟弟有这一些的反应的时候 他就对这一些比丘们就请求说 如果他的弟弟 离佛达 他跟他们提出要出家的 这样的一个请求的时候 那么就希望这一些比丘 能够成全这个离佛达 让他出家 然后让他成为沙咪 所以离佛达呢 他当时到了这个 有三十个比丘 他们共修的这个金色的时候呢 那这些比丘呢 真的就同意了这个离佛达 然后让他呢 就顺利的成为沙咪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故事的记载 其实是告诉我们一个 好像本来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 那他如果按照一般的习俗 他就是成家 然后就是开始他的人生的这种一个阶段 就是结婚生子 那就是像一般的人一样 可是当他看到了这种世间的真实的状态 也是一个老人他会老 然后呢 从老以后呢 他也会死啊 那这样的一种好像在我们世间很平常的事情啊 那或许我们每一天都会碰到 可是我们心里没有一种体悟啊 那我们也会觉得说 这个就是老嘛 那也好像心里也没有什么触动 可是离佛达呢 他看到了这个老太婆啊 他心里有这样的感触的时候呢 他就会好像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的时候呢 他就从这种世俗的一种习惯的做法呢 他就有他自己的特质 因为他就迈向探讨生命的究竟根本的原因的 这种的一个理想而出发了 所以他呢就是能够成就他的一个圣者的修行 也是从这里就开始了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种叙述里面啊 也让我们觉得说实际上 佛法能不能去体悟呢 其实还是要靠自己啊 因为他是设立佛的弟弟 那他也应该也会听闻到佛法啊 可是当他要自己决定的时候呢 是从他心里有触动的时候才能开始啊 所以设立佛也出家那么久 也没有办法说他的弟弟呢 是因为设立佛出家他就出家 也是要等到他的弟弟自己本身触动了 因为看到了这个老太婆 然后心里有一种真正的观察的时候啊 那他才能够自己做这个决定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呢 应该也是我们世间里面啊 就是有多少的人他能够真正心里有触动的时候呢 他才能够有一种我们叫做 就是有点像说鹤立鸡群啊 或者是就是有一种独特的一种这种行为 也就是说他就不会跟一般的世俗一样 而有自己的选择了 那在下面呢就提到的就是 这位成为沙咪的这个李佛达 那既然呢他已经出家了 所以这些比丘们啊 那他们自己呢也是共同在修行 所以当时呢都是以禅修为主 因为佛陀的时候呢 都是教导能够从禅修里面去观察我们的身啊 我们的心啊 然后培养我们专注而进入 能够看到我们生命的真实的状态啊 所以在这些过程呢 也就是我们说能够正果 那从初果、二果、三果、四果 就是欧罗汉果啊 那这些的过程呢 也就是看到我们生命的存在的现象啊 从我们本来是凡夫、众生 有贪嗔痴、烦恼啊 然后透过这个禅修呢 能够观察这些贪嗔痴、烦恼 而能够不受它的影响 那这样的时候层次提升了 那就是断除我们的贪啊 断除我们的撑啊 然后提高觉悟的观察能力啊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能够更多的智慧观察 而减少了这个愚痴 就是不明、不白、不了解 事物真相的情况 所以我们说正果实际上 也就是在断除我们凡夫的 这一些无明的状况 而提升了能够更多的 智慧的观察能力 那这样子的对照里面呢 就是凡夫众生是贪嗔痴的状态 然后呢圣者呢 就是有智慧的这样的观察能力 那所以当时呢 黎婆达呢 他就也得了一个这个禅修的一个方法 能够观察的对象 那他呢 是应该是很有这个领悟的觉醒的能力啊 所以呢 他就离开金色 而到树林里面去禅修 他就很精进的一直专注这个禅修的这种对象啊 那么他经过了一个节下安居啊 我们说在佛陀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节下 就是在印度的雨季的时间啊 就是我们农历四月十五到国历的七月十五啊 所以在这个三个月的时间呢 他呢就正到了欧罗汉国 就是他的专注啊 就非常的精进 那这个时候呢 瑟利佛啊 同时呢 因为他也很关心他的弟弟啊 所以呢 他就请求佛陀呢 允许他到这个树林里面啊 去探望这个 黎普达他的小弟弟啊 那佛陀当时呢 他也非常的关心呢 也想要一起去 所以呢 佛陀就跟瑟利佛一起去 那同时呢 在这个故事里面也记载说 斯法利 也就是说我们说斯法利啊 就是在印尼啊 东南亚啊 非常崇拜的尊者 还有几位比丘呢 都一起去探望这个 这个 黎普达 那这个是 等于是这个故事里面啊 又交代了这个黎普达 那他从一般的年轻人 然后观察这个老太婆的 这个 体悟到生老病死 这样的一个状态而出家 然后出了家 他还有 进一步的 非常用功的禅修的过程 而证到欧罗汉国 然后佛陀跟 瑟利佛啊 跟其他的比丘 也一起要去探视他 然后下面所要讲的呢 也就是 当佛陀这一行人啊 他们去探望的时候呢 这个一路上啊 就是路途又遥远 然后呢 这个路上的路况 也不佳啦 也就是说都是石头啊 灰尘啊 然后呢 人烟也稀少 可是呢 那就是他们一路走过的时候呢 天神都供应了他们所需要的必需品啊 也就是说 有这一些护法神啊 就让这些人呢 就是佛陀包括在内的一行人 他们一路上走来呢 都没有任何的困难 然后呢 这个黎伯达呢 他知道了佛陀要来的时候呢 他有用他的神通啊 就建造了一座特别的金色 就让这一些 就是比丘啊 跟随着佛陀 来的这一所有的人呢 他们就有这个适当的 居住 然后让他们在 停留啊 就是探望他的那个地方啊 能够安住 因为本来他住的地方是树林啊 人烟稀少啊 那一下子要 让这么多的人啊 能够居住啊 那 是不容易的 可是 也就是 因为 黎伯达呢 他已经挣到欧罗汉果 所以他有他的神通力 然后又有天神的 扶持啊 所以呢 这个故事呢 也就是在告诉我们说 当一个挣到欧罗汉果的 圣者啊 他不只是自己能够安住 那他实际上呢 也能够 就是对应实际上的需要 而能够 开创出一个理想的 这样的一个环境啊 所以 这个部分呢 实际上也呈现了 欧罗汉本身啊 他实际上 他也是能够 有一种 关照 就是 有需要的这种 状况的能力啊 所以 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实际上 我跟我们 所说的说 菩萨啊 要能够利益众生啊 能够创造一个好的环境啊 其实也是有相通的道理啊 那我们 把我们学习的功德 来做回向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侍从恩 夏季山土苦 若有见闻者 惜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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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哦 狗狗好可爱哦 但是 没有主人的狗狗 希望有人爱 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 但是 不用选择的是 它们的中心 它们缺的是一个机会 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 也渴望您的关怀 需要您的帮助 台湾救狗协会 由您一起 扶持 救护 养护流量狗 话播账号 5001-6766 5001-6766 铺铭 台湾救狗协会 明天是柳栽日 为四天王视察人间善恶之日 劝请大众持守八观再见 阿弥陀佛